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话之间 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 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 从祭祀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 那麦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 我与谁亲嘴 谁就是他 你们可以拿住他 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 请拉比安 就与他亲嘴 耶稣对他说 朋友 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 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 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 将大祭祀的仆人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耶稣对他说 收刀入鞘吧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 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 若是这样 经上所说 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怎么应验呢 当时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 你们并没有拿我 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 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 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我们刚刚一起阅读了 《马太福音》26章47节到56节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两个人物 这两个人物都是耶稣的门徒 一个是背叛出卖了耶稣的犹大 另外一个是血气上涌 抽刀行凶的彼得 犹大和彼得的身份都是耶稣的门徒 虽然他们最终的结局有所不同 犹大因着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选择了自杀 而彼得因着自己所犯下的错误 就痛哭悔改 最终得到了耶稣完全的饶恕和赦免 并且走上了传扬耶稣的美好的道路 但是我们可以在犹大与彼得的身上 找到一个共同的特征 这个特征就是人的血气和欲望 在门徒当中的马太曾经是税吏长 为什么没有选择让马太来管理财务 反而让犹大来管理呢 可见犹大在管理财务与经营方面的特长 一定是得到了耶稣和众使徒的认可 可想而知 犹大在最初跟随耶稣的时候 一定是有着远大的抱负与期待的 是什么让犹大走向了最终出卖耶稣的道路呢 是犹大所期待的耶稣和他眼中所看到的 经历到的耶稣和他所认为的是有所不同的 让犹大对耶稣产生了失望 最终导致犹大的背叛 因为犹大所期待的耶稣 是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王的耶稣 是能够帮助犹大人脱离罗马统治 脱离罗马政权的 让犹大的国家能够强大起来 独立起来的耶稣 而在犹大跟随耶稣的期间 看到耶稣的所做所行 让犹大对耶稣越来越失望 越来越失去信心 犹大的理想和抱负是希望 在耶稣能够成为这地上的君王 他也能够在地上的国中施展他的拳脚 成就自己的理想 但是耶稣从始至终 从来没有为在地上做君王 从来没有要在地上建立国度 而做出过任何的努力 而且还在最后的晚餐中说 要承受逼迫刑罚和死亡 魔鬼撒旦就利用犹大内心当中的执念和欲望 把出卖耶稣的想法放在了犹大的心中 犹大也没有因为要出卖耶稣的想法 感到任何的羞愧 正因为如此 最终魔鬼撒旦进入到犹大的心中 来诱惑和控制犹大 使犹大走上了最终出卖耶稣的道路 犹大所面临的试探和诱惑 也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 我们在相信耶稣 跟随耶稣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主观意识和想法 我们希望主耶稣要按照我们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 来应许我们 当主耶稣基督没有按照我们的方式 我们所期待的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对主耶稣产生失望 甚至会产生不满和埋怨 说明我们跟随耶稣 相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目的 出现了问题和错误 犹大就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归根结底原因 是处在我们 在按照我们自己所认为的 耶稣在相信耶稣 而没有按照圣经当中 所描述的耶稣在跟随他 原因在于我们相信耶稣 跟随耶稣的目的不纯正 我们还没有完全明白和了解 耶稣为什么要呼召我们 为什么拣选我们 为什么拯救我们 所以才会受到魔鬼撒旦的试探和诱惑 愿神帮助我们 借着圣灵光照我们的生命 找出我们生命当中 不纯正的 不正当的目的和动机 去掉我们心中一切的欲望 血气 不让影响犹大 诱惑犹大的想法 进入到我们的心中 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之上 紧紧地跟随耶稣 顺服耶稣 按照圣经的原则 圣经的道理 圣经的旨意 活出一个得胜的 战胜魔鬼撒旦的美好的生命 彼得和犹大同样 也是受到了自己血气和欲望的影响 他常常因着自己的血气 跌倒犯错 当他看到有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 就抽出刀来 削掉了一个人的耳朵 彼得这样的行动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彼得常常因为受到自己 旺盛血气的影响 头脑发热 跑到主的前面去做事 每次彼得被血气牵引 做错事的时候 耶稣都会责备他 这次同样是受到了 耶稣强烈的责备 耶稣大声地说 收刀入鞘吧 耶稣讲这句话是提醒彼得和门徒 也是提醒我们 面对即将来临的困难 心里要有所准备 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让我们用血气的刀 来打属灵的仗 彼得和其他的犹太人 和犹大是一样的 他们一直都以为耶稣的到来 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世的 以色列的国度 所以当耶稣被捕的时候 他们想用世人血气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彼得拔刀是出于爱主的缘故 但这爱是出于自己的人意和血气 是与神的旨意相悖逆的 面对抓耶稣的冰钉 彼得想要以刀对刀 但主耶稣却选择了以爱对刀的方式 耶稣医治了那个被削掉耳朵的人 并对彼得说 收刀入鞘吧 在生命受到威胁时 主耶稣竟然让彼得收刀入鞘 为什么 耶稣解释的理由是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按照罪人堕落的本性 暴力只能产生暴力 一把出鞘的刀 只能引来更多出鞘的刀 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耶稣要的不是以报制报 耶稣要的是用爱 去征服和治理这个世界 所以主耶稣说 收刀入鞘吧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主耶稣也根本不需要门徒为他征战 因为耶稣若想躲避这场苦难 实在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耶稣说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 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 神岂没有能力派出大能的军队 来保护 来帮助独生爱子去征战吗 但是神根本不用这个方法来改变世界 耶稣清楚地知道 战争与暴力只会带来一连串的罪恶 耶稣更知道神的旨意 只能在牺牲的爱中才能够得到实现 神差遣 耶稣降世为人不是为了审判 而是为了爱的救赎 面对那些抓耶稣的人 耶稣说 收刀入鞘吧 我父所给我的那杯 我岂可不喝呢 这是主耶稣在科西玛年中 经历了三次刻骨铭心的祷告之后 所带来的绝对的顺服的宣告 也是耶稣给门徒留下的绝对顺服的榜样 当彼得拔刀与神的心意相背时 耶稣却选择了顺服神的心意 甘心领受这杯 面对这苦杯 耶稣也曾经有过痛苦和挣扎 他在科西玛年远祷告时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但是耶稣最后向天父祷告说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许多人想不通 为什么神的儿子不能救自己呢 耶稣讲出了答案 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 必须如此的话 怎能应验呢 耶稣完全可以求父神差遣天使 来救他脱离这样的苦难 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 只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 为了顺服和成就神的旨意 耶稣拣选了走上了死亡这条道路 因为知道他的死是神的旨意 他选择走上这条道路 因为这就是先知们预言的实现 他选择走上这条苦难的道路 是因为是唯一拯救我们世人的道路 因为我们今天都能够收刀入鞘 能够去掉我们心中的血气 和我们的欲望 完全顺服神的旨意 耶稣为我们做出了美好的榜样 也祝愿我们各位弟兄姐妹 也能够以我们的耶稣为榜样 效法耶稣活出顺服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的神感谢你 赐我们这样美好的恩典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这样的爱我们 他所拣选 所培养 所训练的门徒 也曾因着血气 因着欲望 跌倒 失败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 也常常因着我们的血气和欲望 我们去远离神 背弃神 埋怨神 不按神的旨意去做事 耶稣基督今天为我们 做出了美好的榜样 让我们学向耶稣 顺服神的旨意 完全顺服神的旨意 这样的时候 神的旨意就会在我们当中成全 愿你这样的祝福和恩典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